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野骑士 现在快过年了我又回到了我老家 还是这个位置 还是我们家这个信农村后面这条河 这条河已经不成样子了 一段时间没来污染的 不成样子了 这就好像是要被开发 挖机挖出了一条路 要修什么东西 搞成这副鸟样了 然后这里面的水质也变了 看不到之前清测的小溪了 看看这什么玩意儿 现在这些建设工业污染 连这块清净的地方都不放过 越来越少喽 像那样的环境优美的地方 越来越少了 我们老家这块地方 环境也在慢慢变差 再过几年估计也不行了 今天就随便走走吧 玩完蛋弓 去年这里还是相当清澈的一条溪 今年就变成这样 这是要建什么东西呢 不可能在这里建一条路呀 这原来是河道 河道 靠近那边是一条小溪 这是把这里挖成这个样子 到底要干什么呢 沿着这条挖开的河道走了一公里 终于离开了那块挖开的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施工了 不过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往前施工 不过水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脏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以前可是非常清澈的一条小溪 现在水满是黑色的这种沉淀物 这啥东西啊这是 太可怕了 以后这个水就这样子吗 哎 没带什么东西 我这里还有几个打火机 我们来一次空中爆打火机 怎么样 抛起来 在空中打 打掉它 可是我用的是秒打弹弓 不是宿舍弹弓 不过也没什么问题 用这只吃工手往天上抛 瞬间把它打掉就行了 哎呀浪费啊 哇没打中气仓 但是把东西给爆了 哈哈哈大成这样了 ok 这下打掉了 ok 这下打掉了 好 我们在地上捡些石块钱起来打啊 点这个吧 轻轻一抛 睡快打不睡 只能碰到而已 轻轻一抛 很多人都爱玩超远距离包打我机 四五十米以外 我也来个超远距离包打我机 就在四十米吧 怎么样 打我机这样就四十米 接下来节目是打断枝 树上的这些枝枝压压给它打断 当然以下视频经过剪辑 我不可能做得这么精准 把精彩的剪下来 上来就 就断了 不用剪了 真的不用剪辑 你看看吧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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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